一宗蟹人听闻的悲剧 夺去两条人命 拆散三个家庭 更触动全港市民的心 荷里活广场斩刑案发生了两天 今早仍然有很多人 但被鲜花前来悼念 在事发地点隔离的一条走火通道 一片花海 当中有张写着 永远爱你的心意卡 相信是22岁流星死者的家人摆放 其余的 都是市民向两位死者与及家属 奉上游爱的慰问 每天都经过这个商场 看到这件事 很担心他们 可惜 也有点害怕 始终担心 现在有保安问题 因为都希望 那些保安的设备可以加强 建议警方加强巡邏 我没想过竟然可以非来还和 他们两个都 1930岁 但结束了生命 我觉得是可惜的 我没想过人的生命这么脆弱 施杀者可能有些情绪 他的病影响到他 其实我那种不想的 但始终没办法 我觉得政府要好地照顾好这群患者 欠花的人多 但商场金组人流就相对较为冷清 人都明显少了 我觉得人们走过来 第一个有点害怕 第二个有点恐惧的感觉 客人都会问你 你在这儿上班 有没有单身 有没有事 真的会问你 他本来现在生的很多人很热闹 有茶 现在今天没人 实际上也没人 今天都没开单 不幸遇难的分别是26岁的方晓彤 和22岁的刘继希 大家都是来自单亲家庭 至少投身社会工作 做过不同行业 22岁的继希 更是一个人打几份工 日头做发型屋 刚刚升为发型师 夜晚在酒吧兼职 几个月前 就在酒吧认识到晓彤 上个月发展成为情侣 两人还在大埔隆美村 一间村屋共父同居 住所和早前蔡天坊枝解案空宅 只是差百米的距离 我们今天去过晓彤的家 只见门口摆放了白蜡烛 但家似乎没有人在 至于命案的39岁空手 2020年试过袭击家人 被揭发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 怀压小岚精神病院 再去葵冲医院留医 之后出院持续要覆诊 是将会落毒毒她的了 家里的那个妈妈已经被人杀死了 现在那个妈妈是另一个人扮演的 甚至她会藏起一些东西来保护自己 就是怕那个妈妈不知道 怎样会伤害她之类 今天我们都尝试过找她的家人 不过屋内亦没有人回应 事件之后 大家都关注精神病人的 支援是否足够 怎样避免同类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就不能说这件事之后 就是资源不够 资源一定是不够的 有史以来 香港开拷以来精神健康治疗的资源 都是不够我说的 但是每一次检讨完之后 有些东西有进步的 比如你说人手是增加了少少的 但是远超过需要的 就是说需要还没得到满足的